通过我们的这个包管理器去安装 Typical 是我打的一个包 啊 no no 就可以很轻松的 其实按过去了 然后就就是一定要是输入你的密码 好 这样就安装完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关的目录 对 他今晚你可以看到 他都是在User Shell WebEx 下面 好 我们再切回去 我们再切回root 切回root之后我们可以配置一下 配置一下他的相关的这个 PHP相关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就有几个文件 我们可以配一下PHP 这里的话他注释是用 这样的符号是分号的显示 extension OK 因为我们是用到了MySQL 所以就把它的注释 还有 没了吧 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这个驱动就好了 好嘞 就是文档已经打不开了 所以我们先保存一下 我忘记打开一下之后我们怎样才能就是说重启这个 就是PHP 就是PHP 呃 不是PHP PHP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状态 是不是在running 好 他在running 之后我们就可以配置一下 嗯 nx的配置了 啊 这里其实我已经配置好了 我是在这里配置的 我是在这里配置的 嗯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直接 你可以创建一个typecode.com 这是我们的配置 就是我们不能很简单的写 我们要写成这个样子 另外我们还要再加上一行这个 然后才可以 好 然后之后我们的systemctl restore andjigs ok 嗯 程序的安装 准备好下一步 gillation s 嗯 3306 用户名我们是设置的是Typeco 数据库密码我们是设置的是root 数据库密码我们也是Typeco 然后签计 密码我们也设置成root吧 我们都设置成root 啊 好了 那这样就可以开始安装了 开始安装之后 你看 他说是要把这个东西哦 放在 路下面 我们就可以copy一下 设置 设置 usershellwebapps Typeco right 我们就可以把创建一个 config.p hp hp 这是因为这个网站是我们的根目录 好 我们把它放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看看好了没有 好了 就是这样的 保存一下 我们这个创建完毕然后继续安装 好了 密码是root 就可以开始了 就可以开始 访问了 OK 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台 OK 我们就可以 啊 登录一下 看一下 OK 这样的话 我们的 就可以 那么 好 好 啊 我 就是